中国春运被外国称为全球最大规模的人口大缺席,在印度举行的大狐杰Gay OmbH Mellon,则号称全球最大规模的宗教庆典,印度官方估计,从1月15日起至3月4日起,约一,两亿人次朝圣者,将来到方巴姆三更,沐浴这是印度圣河恒河Genge,S,亚穆纳和Yamunen,与传说中的萨拉斯瓦地和Saurus Dante,会流至地,据说在此沐浴于河水之中,能洗涤罪灭,解脱轮回Motion,公元六世纪,玄奘三藏法师许 以西京归国后口述编转而成的大唐西域记卷第五,被认为是对印度大狐杰最早的文献记载,但澳大利亚学者麦克兰恩博士Dr.com M-A-C-L-E-A-N2008年著书指出,现代大狐杰,英元云十九世纪,每三年一里的大狐杰,曾多次发生踩踏事件,造成严重伤亡,当局如何确保朝圣者得到妥善照顾?BBC记者吉塔潘比Gitponde,来到桑盖姆所在地,阿拉阿巴德阿拉赫巴,了解准备工作。大狐杰每十二年 在北方邦的阿拉阿巴德,当地最近被重新命名为普拉雅格拉及普拉古埃,举行一次大礼,两次大礼之间,举行一次办理RKUMBH Mello,其六年一次。2019年的大狐杰,就是一次办理,大礼与大礼之间还有小礼。因此,大狐杰在十二年周期内,每三年就有一季,虽然说是办理,但今年的规模将也超于2013年的大礼。北方邦邦局预计,星期二一月十五日,大狐杰办理,首日将有一千五百万到两千万朝圣者到访,到二月四日, 据信是本次G7C吉祥的一天,桑嘎姆将有三千万人在河中沐浴。政府在阿拉阿巴德的河口泥滩上,建起了帐篷城市,成千上万个级官员,前日24小时值班,确保祭典唱顺逆行。拉吉夫·拉伊·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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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伊·是本届大狐杰的总负责人。他在办公室内对BBC记者潘蒂说,我们都努力了一整年了。拉伊表示,祭典现场面积达32平方公里,跟印度一个大战无异,近六千个宗教或文化团体,或 当局分配用地价设帐篷,以接待来自印度内外的朝圣者。筹版本届大狐杰的预算为280亿卢比,3,97亿美元,26,8亿元人民币,拉伊的繁忙程度,可以这样描述一下,在接受BBC采访的过程中,他的手机想了多遍,职员不断拿着文件机来让他签字,还有无数的苦行丰夺门而入跟他谈话。虽然大狐杰相传有上千年历史,但直到近几十年才流行起来,2001年的大狐杰被视为史上首次超级大狐杰, 2019年的49日G7之间,到访阿拉阿巴德的人次,相当于英国与西班牙全国人口综合。为此,阿拉阿巴德过去一年大幅度改善城市基建,包括新建一座机场。这样,从首都新德里飞到阿拉阿巴德,只需不到一个小时,当局还在阿拉阿巴德全市拓宽道路。新建立交桥,汽场上铺设的道路总长达300公里,多个巨型停车场可供超过50万辆车停泊。国人印度铁路称,他们也将加开数百抗列车来树立大狐杰人潮。 印度铁路中北陆区发言人阿米特马拉维亚阿米特曼拉维亚说,我们预计约,350万大狐杰朝圣者将搭乘火车资讳,全市阿拉阿巴德八座火车站都经过整修与扩建。阿拉阿巴德主车,站在2013年大狐杰期间,曾发生害怕事故,造成40人死亡。 马拉维亚带领BBC记者参观经整修的车站,和建一座新建的站台,还有连接各站台,更欢敞的新人行桥。 车站还以不同颜色标示后车区,进出车站人潮,也将受严格管制。 马拉维亚还表示,铁路公司将从外地调派5000职员支援阿拉阿巴德各站,以防踩踏事件重演。 印度当局共派遣3万名检察,与武警负责大狐杰的交通督导与保安工作。 北方帮大狐杰抓摄警队副总警长坎文德·拉普拉塔普辛格·科文德·拉普拉杰斯,称, 当局在哪里设置警港,哪里架设路障等方面,已做出周详部署。 首要目标是确保不会发生踩踩,或任何灾难。 一名政府发言人更称,本届大狐杰,将首次使用人工智能维持秩序, 其中包括利用1000个监控摄像头来监测,评估人潮,以疏导过滤拥挤的区块。 大多数朝圣者都留时间不长,都会自败干人, 但那些留在技场达一个人的宗教团体或个别朝圣者,还是需要当局补给养水。 技场上供设立5座粮仓,和160间公平价格商变,分发大米、面粉、糖和主食用门油。 来自民生用品供应部门的一位官员说,宗教团体可免费获取物资, 其他朝圣者则可以补贴价格购买,约15万合资格朝圣者获发一个月份量的配集款, 以便廉价购买定量不极品。 这包括2公斤大米、3公斤面粉、7、5公斤糖和4公升门油。 总体来说,当局已向技场调集5384公吨大米、7834公吨面粉、3174公吨糖和76、7万公升门油。 此外,技场内设有160个取水点,免费供应洁净饮用水。 自去年12月一日起,一家有100张病床的中央医院和10家小型医院已在技场上运转起来。 负责技场卫生事宜的阿肖克公家帕利瓦尔医生朱尔阿修克·布玛尔·帕利瓦, 说,我们等门整部每天这里3000病人。 到1月15日榜课增加之际,我们预期日经病人数目将增加至1万人。 帕利瓦尔医生领导193名医生和1500多名医疗专业人员照顾众多朝圣者, 甚至有80名阿育费被挖尔VEDA驻厂,提供传统印度医学养城, 气场医院能试行手术,也配备X光、超声波和实验室等检测设备。 当局还专门调集了86辆救护车、养搜救护船和一架救护直升机。 帕利瓦尔医生的团队还要管地厂上的环境卫生服务。 这里布置了12,2万座临时工作,2万个垃圾桶,还有2,2万名环卫工人值班。 帕利瓦尔医生称,所有厕所都配备定位装置,席助他们处理任何问题。 然而,向厕所没有水冲测,恶臭难当的投诉,已经开始涌现。 帕利瓦尔医生承诺,他们会在大湖节开始前解决这些问题。 帕利瓦尔医生说,这是充满雄心壮志的计划。 我们在这里做的事情,该建立一个国家没十分别。 大家日以继夜的工作,铺设管线,接驳供水,板设厕所。 我们将如期达成目标。 图片版前所有,翻译必究。 阿富汗塔利班代表定于本月与美国政府阿富汗和解事务,特别代表扎尔美哈利伦,扎德率领的美方代表团会晤,撮山停火和外国军队,撤出阿富汗等方面事宜。 然而,塔利班六日晚在阿富汗西部巴德吉斯省,再次发动袭击。 至此21名警察与新政府宁兵武装人员死伤严重,巴德吉斯省以土库曼斯坦接壤。 阿富汗塔利班武装人员六日晚袭击着一省份量出安全检查站。 路透社7日,援引巴德吉斯省议会议长阿卜多勒阿齐兹贝克的话报道,14名警察和7名新政府民兵武装人员在袭击中身亡,并有9人受伤。 巴德吉斯省省省长发言人贾姆西德·谢哈比说,超过15名塔利班武装人员在交火中被击毙。 塔利班晚些时候,正式发动袭击。 塔利班发言人塔里优素福艾哈迈迪说,袭击致死34名安全人员和新政府民兵武装人员。 塔利班武装人员缴获不少武器代表。 阿富汗塔利班进来加大攻势,政府军责在多地采取清剿行动。 阿富汗首都喀布尔,一撞政府办公楼上月比预袭,43人死亡。 阿富汗首席执行官阿卜杜拉阿卜杜拉,只认塔利班发动袭击。 阿富汗塔利班与美方代表多次直接会谈,但细心拒绝与阿富汗政府直接对话。 伊朗角色,伊朗办官方媒体卡斯尼姆通讯社,7日报道, 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秘书长阿里沙姆哈尼,上月到访阿富汗时, 美方官员肯与他接触,寻求与伊朗对话。 不过,沙姆哈尼没有说明美方官员的身份。 美国去年5月宣布退出伊朗核问题前院协议,恢复对伊制裁。 美伊关系再度恶化。 沙姆哈尼出访阿富汗时证实,伊朗与阿富汗塔利班有接触并举行过会谈。 按一些媒体说法,这是伊朗官方首次承认与阿富汗塔利班会谈。 伊朗与阿富汗之间国界线长达900多公里。 俩国最近几十年的关系比较复杂。 上世纪90年代塔利班统治阿富汗期间, 伊朗支持到阿富汗什叶派少数民族受到塔利班迫害。 塔利班武装人员,1998年,在北部城市马扎里沙利夫,攻入伊朗领馆。 杀害多名伊朗外交官。 双方关系急激热化。 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,把塔利班赶下台后。 伊朗与美国扶持到阿富汗新政府交好。 而今,美国指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,近年来与阿富汗塔利班建立关系。 向后者提供军事训练、资金和武器。 伊朗否认这一说法。 陈丽希,新华社专特稿,俄罗斯官员26日指认以色列前一天对叙利亚的空袭威胁民航安全。 原有是两架客机,当时与伊方战机,在同一空域飞行。 伊巴那方面证实俄方的说法,打算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投诉。 惊险细节,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伊格尔·赫纳申科夫,在记者会上说,以色列6架F16型战机,25日晚,在黎巴那领空,对叙利亚发起挑衅性空袭。 两架同样处于黎巴那领空的民航客机,当时正分别准备在黎巴那首都贝鲁特和叙利亚首都大马士格降落。 赫纳申科夫指认以放空袭对那两架客机,构成直接威胁。 黎巴那看守政府交通部长优素福菲尼亚努斯,26日晚些时候说,那两架客机险遭人道主义灾难,黎巴那国家通讯社报道。 菲尼亚努斯当天与总理萨阿德哈利利通电话,讨论这一事件,黎峰决定向联合国安理会紧急投诉。 叙利亚国家电视台,25日报道,以色列战机当天晚上,向大马士格附近目标发射多枚导弹,多数遭避防空系统拦截,以防导弹机中一座武器库,三名士兵受伤。 一些军民告诉记者,听见防空系统持续开火的声音,持续大约一个小时。 赫纳申科夫说,空袭持续大约一个半小时,以军战机发射16枚导弹,其中14枚遭避防拦截,其余2枚击中大马士格以77公里处一座武器库,限制伊朗,携制26日。 以色列政府没有提及前一天空袭叙利亚,一名要求不公开姓名的以色列安全官员,26日告诉美颜社记者, 以军25日晚至26日凌晨,打击叙利亚境内三处地点的多个目标,多数是仓库和后勤设施。 以防认定,伊朗军事力量,借助这些设施,向黎巴嫩真主党输送武器。 黎巴嫩真主党上世纪80年代创建,时而袭击以色列。 以色列是黎巴嫩真主党为重担安全威胁,指认伊朗通过叙利亚陆地走廊,向黎巴嫩真主党输送武器。 另外,按照大名乙方官员的说法,已经在25日空袭中,摧毁西方一套防空系统。 以色列总理本亚明内塔比亚湖26日在一所军校出席飞行员毕业典里,强调以色列空军有无与伦比的实力,能够打击非常远的目标。 他同样没有提及乙方空袭叙利亚,多方竭力,就25日空袭。 俄罗斯外交部指认,乙方在一次利用民航客机作为掩护,叙利亚政府经F-20型防空系统发射的导弹,9月17日,目击俄军一架电子侦察机,致死15名俄罗斯军人。 按照俄国防部的说法,以军战机当天轰炸叙利亚目标时,用这架侦察机作为掩护,是导致侦察机遭击落的间接原因。 乙方则把责任推给叙方。 俄外交部说,乙方行动损害叙利亚主权,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。 美联社报道,俄方的说法显示,俄乙关系因侦察机遭击落事件逐渐紧张。 叙利亚外交部26日日韩联合国方面,认定美方如果没有向乙方提供无限支持,乙方不会多次空袭叙方。 25日,空袭是美国总统唐纳德·特朗普,19日宣布从叙利亚撤出美军后,首次发生在大马仕格附近的空袭。 内塔尼亚胡26日说,乙方政策不会因为美军撤离叙利亚而改变,乙方将继续而至伊朗在叙利亚的军事存在。 我们不打算接受伊朗在叙利亚增强针对我们的军事力量。